Hello 我是DC Fever的編輯Jeffrey 早前我借了一部Paris的Annefi 去了飛鵝山和大雅門一帶 試拍了一些航拍的片段回來 Annefi可以透過它的 Fever i6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去自動做到四種電影的拍攝手法 例如我們現在試用這種叫Rise 這種運鏡風式 最適合用在片頭 至於另外一種的拍攝手法 叫做Review 我們的鏡頭也是由正下方開始拍起 航拍機升到差不多下一時間 它就會將鏡頭挑高 然後再慢慢向旁邊偏鏡 直至拍到所有方向的環境位置 簡單視像是幾次 你剛才拍到兩次的片段 我們用太強烈了 只要你較爽空的 你的禁止 我要讓你進一步 還是兩次可以 另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多点 zoom 智能飞行模式 透过变焦和改变航拍机的位置 它可以做到背景大小变座 但是主体不变的特别效果 这种稀致角色的拍摄手法 再加上我的表情 是不是令你们很不安呢 至于另外一种的拍摄模式 就叫做cameraman 当你设定好主体之后 它的镜头就会自动追踪你的主体 就像一个CCTV那样 但是它是不会跟着你走 如果你想航拍机跟着你走 你就要给19.9美金 去unlock它的follow me function 又或者像我那样 透过人手操作拉它近来 跟着你走 不过你就要小心看着航拍机 不要让它车到你的头了 至于epic这种自动运镜模式 字面就解为壮丽的 史诗的云大的 大家在画面看到的气势呢 镜头一转 我们现在来到三家村 咦 拍着天在做什么呢 其实是想告诉你 anervy这个镜头 除了可以向下挑单90度之外 还可以向上挑高90度 是不是很特别呢 市面上的航拍机 只有它一架做到的 现在我们再试试anervy的4K HDR模式 先在正常的模式拍摄 大家可以看到 远处的大厦有少少曝光过度 开回HDR模式之后 大厦和天空的层次就出来了 另外anervy在4K解像道的时候 可以支援到1.4倍的无损变焦 如果是Full HD的格式之下 还可以支援到2.8倍 现在即使我们用到三倍的数码变焦 质素看来也不错 咦 为什么画面这么灰 难道那些霧霾杀到飞鹅山 其实我们是用了anervy的 P-Lock色彩模式 这个模式是给你用尽它的动态范围的 只要我们做回后期的规定 画面的颜色就会正常翻 而且还可以保持更多光位 和暗位的层次 我们说回少少用后感 其实今次上飞鹅山拍摄 上面都挺大风的 幸好anervy都可以抵抗到 每小时50公里的风速 相当于六级程度的强风 虽然可能因为这部机器 是比较轻身的关系 吃着风的时间都有少少摆动 不过幸好这部机器 都没有吹了不知去哪里 另外它配备了2700mAh的锂电池 官方的续航时间就是25分钟 上次我们去飞鹅山都比较大风的 经验告诉我们 这样飞发都真是非常吃电 不过我们看回拍回来的视频 原来都飞了20分钟 算是很足称啦 想看更多最新测试报告 记得订阅我们DCFever的YouTube频道啦